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另外一集Simple IT的学无极限 所以在这一集呢,我们会讲解GREB的应用程序 所以想必大家都有听说GREB这个应用程序 可是你们知道该如何使用吗? 所以我们就接下来看看我们应该要怎么使用我们这个GREB的APP 所以呢,去订一辆可能得事呢,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全部的东西就是用我们一个应用程序GREB 就能订到一辆车,然后可以去到你想要的目的地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讲多一点那个界面 所以当我们打开而且确定我们要去的地方的时候 然后我们打开View All 然后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不同的选项 所以那些选项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然后呢,我跟你讲,我们就打开然后讲解一下 所以呢,我们一进来GREB的应用程序 我们一进来的时候就来到它的那个首页 所以今天呢,我们是许教大家很简单的 就是如何就是订一辆车子 就是从可能家里然后出门 我们应该要怎样用这个应用程序呢,去订 所以呢,方法很简单 第一呢,就是你要看到这辆车的那个icon 然后就是那个车的那个图案 所以我们就是把它点进去 所以一进去的时候呢,它就会 就是会跟你说,我们应该要去哪里 所以呢,我们就要把你应该要去的地方先打进去 所以例如呢,我现在我想去无节路 我就打无节路的那个地址 然后就选我要的那个地址 它有很多地方可以选 当选了过后呢,我就要确定我现在在哪一个地方 所以当我选择确定的话 OK,我可以选择确定 所以选择确定的话,我就呢,就是看到 非常非常多的那些其他的那个,就是价钱 所以在这个价格方面呢 我们就是可以选算是那个可能最便宜的 还是最实惠的那个 所以它有不同的 所以在第一个呢,第一项呢 第一项,JUST GRAB 所以在JUST GRAB的第一项呢 就是他们算是四驾车会来接你 然后你看那个价钱就是说 现在去无节路最便宜的那个价钱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STANDARD TAXI 所以STANDARD TAXI就是我们的 就是在你可以看到的那些德士 就是我们路上可以看到那些德士 所以它那些是走就是 By meter 就是你在车上的时候 它就你走了几公里 它就会算你几公里 所以通常呢,我们都是会按第一项 JUST GRAB 就是会通常呢 你看到一个青色的那个箭头往下 也就是更代表说呢 现在是非防满时间 就是不防满啦 所以的话我们就能 就是选择那项 所以当我们选择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就是把它 就是有那个银行的卡 然后要如何还钱 如何还钱有三种 所以第一项呢 就是可以把它就是绑至我们的信用卡 就是我们的银行卡 或者是呢,我们可以直接付现金来都可以 所以当你打开这个页面 我再做多一次 你打开那个页面 在这个下面 那个卡的那个方法 点进去 然后你可以选择你要付现金 还是你要用GREPAY 就是把你的银行的那个钱 转入到那个 呃,我们的那个 呃,GREPAY里面 然后从GREPAY付费 不然就是用我们的银行卡 还是信用卡来付费 都行 所以呃,今天呢 我是用银行卡来付费 所以我就选我要的哪一张卡 所以打勾的时候呢 一可以的话 然后我就是直接按 呃,要订Book 要Book那个GREPAY OK 所以当我订GREPAY的时候呢 我就要等司机来载我 所以等司机来载我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了这个 所以当司机来载你的时候呢 就可以了 所以呢,很简单 当我们打开这个 就是已经 嗯,确定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打开那个选项 所以在选项里面 有非常多不同的那些选项 所以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们来一一来 我来跟你们解释一下 所以,呃,当你打开的时候 你会看到GREPAY 所以GREPAY就是 呃,可以看当时的那些 那个价钱 有时候在防茫的时候 那个价钱就会标的很高 然后旁边就会有那个 红色的那个 呃,简头往上 现在呢,当你看这个简头的时候呢 简头是往下的 就是说现在是 不防茫的那个时间 然后在第二个的那个选项 就是Standard Taxi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我们在路上可以教导的那个得势 就是我们在路上可以教导的那个得势 可是呢,它的那个价钱不是一个价钱 它是以公里来就是计算的 所以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说 哦,我觉得我如果选这个的话也比较好 因为就是以公里来计算 可能也比较便宜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GREPAY 所以GREPAY就是要让学生提早来订 就是你要提早订那个时间 所以当你按进去GREPAY的时候 就是你不能马上就是订到 就是一辆车 所以你要按进去BookGREPAY 然后你要选一个时间 所以GREPAY可以通常在可能一天前 然后来就是订这个车 所以当我们选择那个日期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可能是明天 然后我们可以选一下那个时间 可能是旁晚 还是下午的时间都可以 所以看你要去哪里 然后我们就可以schedule 就是安排辆车 所以GREPAY的价格 如果那些学生有用GREP的话 会发现 其实它的价格都蛮便宜的 是因为那些司机不是GREP 算是真的就是GREP的司机 他们就是可能述路 然后有经过那个地方 然后可以载你或者是你的朋友 一起去到那个目的地 所以你看在选项的时候 它也是有二到三四个人的不同来选 所以你可以选择是你自己一个人 它那个chill 还是跟朋友 还是跟一组人 所以现在就是我选择一人 然后你就可以指按知道了 然后你在你的chill 这边就会看说 它其实现在在找那个司机 所以说如果明天在下午的时候 有人来就是想要去物节路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来到附近那里 来到我家这里接我 然后去到那个目的地 所以呢这个就是那个chill的概念 所以希望你们喜欢我的影片 所以我今天的问题就是 当我在就是叫车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用GREPP来付款呢 所以答案A是是 还是答案B不是 所以请把你们的答案放在那个留言 我们的comments box 所以把你们的答案打进去 然后我们会揭晓那个得奖者哦 好